这里是404大案馆 404大案馆是中国数字时代CDT的一档音频节目 今天的话题是航天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殴打院士事件 根据被害人王敬年发布的举报信 2021年6月6日 张陶谋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王敬年吴美荣 推荐其为该院院士被拒绝因此恼羞成怒 对王敬年进行殴打并推散撞倒以85岁高龄的吴美荣 致使后者被送入医院抢救 该事件发生后近一个月 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张陶本人也正常上班 甚至7月1号党庆 他还在公司冠冕堂皇地发表讲话 7月2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向下属各单位党委发出通知 试图以政治几率为名压制于群 7月3日 有自媒体人将此案在网上爆出 迅速引起强烈反响 绝大多数网友对此事表示了愤怒 7月4日 中国航天员在太空出舱行走作业时 有网友在直播帖下发表评论讽刺说 出舱行走危险吗 肯定比王院士 吴院士在地面吃饭更安全 愿太空没有张陶 面对汹涌的舆情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当日发布 关于张陶同志酒后打人事件的通报 称事件发生以来 公司党组高度重视 做出对张陶急日起暂停履职 配合调查的决定 大量网友在通报下面评论 有人说 自事件发生以来高度重视 今天都7月4号了 高度重视了一个月 然后决定停职 更有人质疑通报中酒后等措辞 不要推给酒后 这是刑事犯罪 而且是很恶劣的行为 7月5日 朝阳公安发布案情通报 鉴定王静年为轻伤二级 依法对张陶刑事拘留 对此 有网友评论说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实在令人惊讶 可见 若不是张陶打人的监控视频 被曝光并引起公愤 这件事说不定就此掩盖下去了 与此同时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发布情况说明称 临近七一 署名王静年编转的材料 通过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散播 针对上述事件的不实信息 损害公司及当事人形象 破坏航天国企形象 扰乱公众视听 已经干扰到公司正常运营发展 情况说明还称 事情原委为王静年因求投资未遂 不断辱骂国家 辱骂航天 而张陶则是出于义愤 与其发生争执 然而 如此引导舆论相当有效 打人的张陶反而成了 路见不平一身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 而被打的王静年却最大恶极 之后 很多人开始质疑两位被打的老人 贬低他们的头衔 质疑他们的动机 甚至将他们与境外势力扯上了关系 有网友表示 此种手法 俨然已成为需要维稳的公共事件中的标准做法 即 把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舆情 引向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再把境外势力的污水泼向对方 就可以得到公权力的支持 为所欲为 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也指出 打人犯法 这是法律的规定 不能拿爱国来当挡箭牌 更不能说 因为一个人辱骂国家 你就有权利去打他 这是两件事 更何况 这一事件恐怕与爱国毫无关联 有网友分析到 张陶宴请了两位院士 看似有求于他们 这和之前传闻的 他想让两人帮忙举荐 他当院士 很接近 根据国际宇航科学院官网介绍 该院的院士每年评选一次 要想提名新的院士 至少需要三名该院正式院士签名 王静年教授是地球摇杆领域的专家 吴美荣则是制导测控领域的专家 两人都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 但最终处理的结果会怎样 恐怕不会完全取决于事实真相 而是张陶的背景究竟有多强大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 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我们邀请您参加敏感词开源研究项目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